鬆緊帶鬆掉的時候呢 我們自己來換鬆緊帶 好 那我現在呢 先把我們褲子翻到屁股的地方 就是背面 好 然後 欸 後面 講錯 後面 好 那我現在呢 要在屁股這個地方呢 要挑那個車線 因為一般我們成員長 他在車的時候 他會先從屁股的地方 然後車一圈回來 好 那我現在拿著椎子 然後我準備要從屁股上面這裡 對 後面的這裡 挑個急針的車線起來 等一下你就會發現 有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好 嗯 這樣看起來有點不太清楚 把鏡頭調近一點 那也就是像我這樣子 把車線呢 挑個急針起來 好 妳可以像我 像我這樣子 就是慢慢的把車線喔 挑起來 好 好了之後呢 搬到背面把車線拉起來 覺得不好拉起來的話 你就拿著椎子再把它挑起來一下 好 我準備要拉背面的車線 因為他背面的車線 是用沒有彈性的線去車 所以 呃 我在拉的時候 你看 我再拉就很容易拉起來 如果他今天用的線 是那種伸縮線啊 呃 QQ線啊 你再拉的時候 可能就 就不會那麼好拉了 那就是一樣 那就是一樣 如果你覺得不好拉的話 你就是拿著椎子 然後呢 在表面 呃 從表面的車線 挑個急針起來 然後再翻到背面 然後像這樣子拉 對 今天這一件褲子的車線還蠻好拉 你看我這樣子 呃 這樣拉 已經快要把車線拉完了 好 呃 我看一下 喔 好 你看拉 拉完他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這種機台 他的那個 車線的拆法 就是 就是從 就是從你那個 後面的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拉 就挑個急針起來 然後翻到背面 這樣拉 拉 對啊 這 這其實我以前也不知道 然後是後來到那個 到現在這一間公司 才學到的 對啊 你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就是其實他沒有很難 很難猜 那 最不好猜的話 就是屁股這個地方 因為 起針跟結束 它是 重疊在一起的 所以 這個地方就會 比較不好猜一點 那如果真的很不好猜的話 你就 就是可能拿 最後的方法 就是拿剪 剪刀剪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只是把鬆緊帶 它 表面的壓線 拆掉而已 那 鬆緊帶 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拆到 所以現在換 要來拆鬆緊帶 好你可以看到 鬆緊帶 它 它 它是跟我們的 褲子的表布 車在一起 那 如果說 你要像這樣子 挑車線的話 會不好 挑 我也不會建議這樣做 所以呢 你現在呢 就是呢 準備一隻剪刀 好 然後再鬆緊帶 大概 0.1公分的地方 我們開始剪 我們的目的 目的只是要把它 車縫上面的 車線 給它剪斷 對 所以你剪的時候 不要剪太多 然後也 不要修到 太多的布 好 就是像我這樣子 好 剪一小段 好 然後我現在把鬆緊帶 拉開給你看 對 這樣子我的鬆緊帶 就掉了 你可以剪一小段 然後就 拉一下鬆緊帶 看你有沒有 把那個 車線給它剪斷 好 那 拆鬆緊帶呢 就先到這裡 結束了 那你再自己 慢慢拆 拆完之後呢 那個 褲頭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表布呢 你要給它 考克一下 這樣它毛邊的狀況 才不會 這麼嚴重 好 那再來我要先把 我們那個 新的鬆緊帶呢 給它 結合起來 那這個地方 接合這個地方 你可以 大概測個兩三次的車線 讓它比較老固一點 好 好了之後呢 好 那就先從那個 後面開始 就是屁股的地方呢 我們把鬆緊帶呢 放上去 好 那把布往下摺 就是把我們的鬆緊帶包 包住 那車的時候 盡量呢 是車在 呃 怎麼講 是車在布上面 不要車到 車到那個 鬆緊帶 因為你要是車到鬆緊帶的話 就是 嗯 就是怎麼講 就是你在穿的時候 會有一點 怪怪的 然後它的拉力也會不平均 這樣 好 我現在拿出我的導縫器 放在旁邊 就是這個導縫 導縫器還蠻好用的 好 那就現在就是開始 把布呢 對折好 把鬆緊帶包好 然後 車在布上面 不要去車到鬆緊帶 車一小段的時候呢 等一下我把布整理一下 車一小段的時候就把壓腳抬高 然後拉一下鬆緊帶 如果你的鬆緊帶拉得動的話 就代表你 你沒有車到鬆緊帶 所以你大概車一小段的時候 就可以把壓腳抬高 然後拉一下你的鬆緊帶 好 那就是把布折好 靠在那個導縫器旁邊 然後把布按好 然後往前車 就是一小段一小段這樣車 這鬆緊帶褲啊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在拆的地方 再車的話倒是還蠻快的 你看我這樣子車大概 大概車有一半 好 快到結束的地方了 好 那鬆緊帶褲呢 就是如果我們自己要換鬆緊帶褲的話 我會建議你 你像我這樣子 這樣子換鬆緊帶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哪一天 如果你想到又要換 自己換鬆緊帶的時候 你就不用拆 要拆的那麼辛苦 就直接從那個屁股那個地方呢 拆一小段那個車線 然後直接把舊的鬆緊帶拉出來 換新的鬆緊帶就可以了 對 只要是鬆緊帶的話 我都比較喜歡我這樣車 因為你要換鬆緊帶也比較方便 好 那車好之後呢 還沒有結束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把 就是布呢 把鬆緊帶抱住 但是 就是會怕他就是在裡面 會翻個幾圈 所以我現在要做那個固定鬆緊帶的部分 那我不在中間壓線 我 我在 那個前後兩側的地方壓線 所謂的壓線 好 就是像這樣子 把布呢 撥平 然後車時線固定住 起針跟結束的地方都倒個針 好 前面的地方固定好之後 再來換側邊 那我都是車直線 直線固定 好 好了 第三個 第三個壓線是屁股的地方 好 那最後一個地方呢 就是 側邊的地方 就是你總共有四個地方要車直線的壓線 呃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的壓線 那 哪一天你要換那個 換鬆緊帶的話 你只要拆這四個地方的壓線就可以了 就是 也不用拆的那麼辛苦 那 那 那我有試過 這樣子 這樣子 穿的話 呃 鬆緊帶在山裡面 是不會翻的